新闻来源不执着财经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话题 就是50岁以后有多少存款 才算是一个富有的人 而最终答案却是28.26万元 其实这个数据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根据央行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末 我国住户存款达到131.9万亿 除以全国14亿人口 我国人均存款就达到了9.42万元 按一个三口之家来计算 平均每个家庭存款达到28.26万元 而面对50多岁拥有28.26万存款 就算是富有的人这个标准 不少网友对此嗤之以鼻 他们觉得现在哪个家庭没有28.26万存款 有些人月收入几万元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存够这笔钱 但是我们认为 现在多数人在年过50岁以后 如果有近30万存款 就真的算是富人了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多数居民工资收入并不高 在之前媒体的报道中 我国居民的月收入都超过了1万元 但实际上 国内多数居民的收入在3至6000元之间 即使一个人月收入是5000元 省吃减用也只能省下2000元 一年也只有2.4万元 要想存够28.26万元 也要花上10年的时间 而且在这10年里不能生病 不能失业 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如果你在50岁时的存款数字 超过了全国家庭存款的平均数 那就是属于富有的人 因为国内60%至80的人的存款 要远低于这个平均数 第二 国内家庭的负债率较高 现在很多家庭不要说存钱 只要没有任何负债 就算是很好了 资料显示 我国有两亿多房奴 居民贷款总额近39万亿元 对于这些房奴来说 每个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要偿还房贷 剩下的可支配收入 只够维持最基本的开销 根本存不下钱来 现在多数房奴手上也只有几万元存款 存款要想超过全国家庭平均数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 五十岁以后的开销比较大 很多人在五十岁以后 子女大学刚毕业 还要忙着找工作 有了工作之后 子女平时收入不够用 还需要靠父母来帮衬 当子女要结婚时 五十多岁的父母还要凑钱给子女张罗婚礼 实际上 很多人在五十多岁以后 各种开销支出都很大 如果家庭存款还能达于是全国平均数 那肯定都算是富有的人了 第四 四十五十人员很难找到工作 现在的很多企业 只招聘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 不愿意招聘四十五十人员 主要原因是 四十五十人员对薪资要求较高 而且也都不愿意经常加班加点 再加上五十多岁的人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企业担心他们没做多久就要离职 这样还不如培养新人 所以人到了四十五岁以后 就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只能去做灵活就业人员 而灵活就业人员不仅工作不稳定 而且收入也不固定 显然四十五十人员这个年龄段的人 能够养家糊口就不错了 每个月也很难存下钱来 实际上人过五十岁以后 如果存款高于全国家庭平均数 二十八点二六万元 那就算是有钱人了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标准 是否有些过低了 但实际上 我国财老百姓收入普遍不高 而且支出压力很大 还要偿还房贷 人到中年之后找工作难 收入也呈现下降趋势 综合来看 国内约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的人 存款要低于全国家庭平均数 二十八点二六万元 所以人过五十岁以后 家庭存款能够达到全国家庭平均数 二十八点二六万元 那真的应该算是富有的人了